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2月22日星期四 今天港股看到的图片,有上映有下跌 但是仍然看到很多钱在低位买了撑住 下个星期中左右,28日期杰 如果这两天它不倒转头 下个星期应该起码压到一、二才会倒转头 也有些机会继续上 还有昨天说的,有机会有一个三中全会会说 都是找不到公司的消息 但是传又是这样传,在微信群、微博群、微信、微博群 这些会有人在说 但是会不会呢?今天就说夏宝龙来 夏宝龙来又不是说我们这个麦克尔卓顿那条法案 说也是搞经济 其实现在也是集中在经济上的 我现在怀疑,夏宝龙来是叫你先不要搞那些事 麻烦,先搞一些经济 如果这样就挺好的 其实也是好事 搞法案是搞法案,你有另一个需要 但是经济民生也有其他需要 相跪并行 大家现在都希望更加多的生活 所以就不是说看得太淡的 仍然也不是看得太淡 而在说它的走势 今天就在100天线上 接着就跌下来就跌不穿 这条可能是回撤针 回撤针 可以保得到 它有机会这一口 或者是多一口 它就跌了100天 跌了100天它就继续上 就去到我们想要的位置 最好就是5天线可以 接着下一步就上来接下去 整体的走势 还不是这么弱的 你说跌了5天线 你觉得害怕 跌下来跌了 跌了5天线 再走 我捱一捱也可能捱得住 今天会说些什么呢 本来想说月评式 今天的月评式留在下一次再说 我明天也未必拍片 现在一个星期可以做到 希望两至三条片 勤励一点 早前就少了 整个星期也不出一条片 但因为身体不舒服 现在好些了 希望可以两三条片 但未必可以做到之前的东西 但早失明灯我们会继续出的 还有今早上我们也尝试一下 股友也叫 可不可以叫我们 将我们选股公开呢 这就是阿J跟我说 其实不是那么好 始终对我们会员不是那么好 所以我们尝试 会剪较一些 剪较一些出来 放在YouTube的剪较 或者放在Facebook那里 说一下每天我们觉得 挺好的股票 或者有些是我们自己会买的 我们就会说出来 放在这里做短片 一个星期可能跟进两条短片 我会快一点 因为一分钟是说不完 所以我们就把速度加快 速度在一分钟里面 就说完了 有问题你们也可以留言给我们 在YouTube也可以 或者E-mail我们也可以 或者在Facebook留言 Message我们也可以 我们也会回答的 先说了收息股的问题 大家一直都问收息股 收息股 收息股 说了很多次 在这几个月里 都不停说收息股 收息股 我们一直强调了几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就是 你首先要低位买 你低位买 如果他的行业能够保持 给了收息股 就等于股东 你原始股的状态 是这么便宜的 然后我一直赚钱 就跟他分成一个收成 我就不是炒过波幅 反过来它升了之后 究竟你卖不卖出去 反而到时候你还要头痛 因为你没有了每一次来给你的 每一个月来 或者每一个季度来给你的收益 你也没有了现金流 所以这是另外一件事 在很多年之前 我们讲60号仓的时候 都已经有讲过这些概念 你为什么要这样去想呢 但是一路一路 大家都是害怕事情向下波动 不是不是 如果你从一个很短线的角度去看 去想 喂 你要止损 有些东西要做 又要减 是的 你能够做到 确实我都觉得 你可以减到 你减一点 但是你做不到的时候 如果你用长线的角度去看 你又不用太担心 很担心你又不需要 其实香港大家都说 一个长期的大型上落市 我们也在几年前已经说过 现在没有什么长线不长线的投资 这些效率就不同 以前 不是说是汇丰的年代 是说现在这样的状态下 你走一两年的周期就完 美国好一点 资金兑进去就好一点 但是我们港股在过往的二十年 都是受制于美金 所以美金不突破 美金不向下插 港股就没办法再向上 那么美金就走一圈 你便走一圈 但是今次是否一个契机 脱离了美金 我走我的 你走你的 那我就有机会向上走 或者再冷静一点 向下插 插深一点 但是否则 你永远是受制于美金 这个没办法 那好了 早前因为大家恐慌地沽货 不断沽沽 沽到它已经和美金脱离了 你看到什么呢 我们都已经说了很多次 外围非美市场 是跟回美金走 跟回大小走 所以在那段时间 我们预期要升 外围全部升 我们本身都是新鲜市场 对于美国来说 我们是新鲜市场 我们都应该要升 但是 我们脱离了美金 就是因为那些原因 那变相 就不同了 但是 现在你慢慢去细心留意 它开始跟回 为什么它开始跟回 因为外资进回 那是不是进入很多 那就说完了 它现在慢慢慢慢见 你要明白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绝对的敌人 有钱赚就进入 没有钱赚就走 现在看到什么 我们在12月的时候 都开始说 那个局势正在改变 没有那么讨厌 大家没有那么作对 没有那么作对 为什么 首先 那个气氛 你觉得没有那么大作对 很多善意 各方都有善意 没有说哪个输出 然后下面的钱 慢慢买 一路大部买货 越买越低 这些 就是小孩子 读幼稚园的时候 老师也教我 在那些位置 做低 就买了 只有你是对手 你不会想着 假设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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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摩 大摩 大摩不会想着 去巴奇那里 拿货 是吧 在你手上拿 旁边的人 看见你 喂 不是啊 你正在买的 我跟着你买的 那买什么 我和你买的斗抢 不会的 他不是傻的 就买你了 他的操作一定是这样的 你永远都是 他们是行家 我们是对手 分别在这儿 你上也好 不上也好 你慢慢玩得久 你就会知道 其实每一次都是这样 那 那 但是有些其他东西 例如打仗 这些我们估计不了 只不过就是 你不要 all in 你要de-risk 那你就用少一点的转换去做 然后我们说 一直说 买收息股 我们以往一直说 最早期说 买港灯 我一直说 买港灯 买港灯 我最喜欢的那时候 941 386 那时候很低位 941 386 那时候还在说 四十几元的时候 我觉得唯一可以买的 值得买的 就是这只 当时我是这么说的 现在去到这里 然后 然后到中期 我就觉得 不值得买 太贵了 有其他选择 他息人就特别高 还有什么 8号 我又说8号 8号是很少人敢说 要你买的 我觉得8号是可以的 派息也可以的 他最主要是有机会有炒作 他就不同的 CSL 不同的那只 那就有些不同 那只是 信托股 信托股 没有什么好炒作 这只有 所以要拼多一样东西 那时候 那些低位 那些低位 他是派了一次息 然后在低位 现在再压上来 不是卡玩销 这里上升了两成 我就说这些上升了两成 还有这只2638 就是 当时我是 炒中特股 炒中特股的时候 他上升了一下 是不是这些位 五元 应该是这个位 但是这个位 但是这个位 我说这只股 我觉得是值得买 但是收息 但是稳定 然后炒中特股 他压了一下 在这里高追了一点点 然后分注再买 不要断了 不好意思 我大约我自己的 那个平均价 可能就是 大约四个四 大约四个四个几 四个四几 大约四个四个几 我一直这么瘦 其实他也回上去 那些高位 去到469 他也升了一成 如果你得很低位 的话 就将近两成 然后他派息 在这些位 的时候 现在在说 等一下我们会说的 一个 一千多行国问题 其实现在都在开放 越来越多人来 其实 他那个 你是看到 会将会复苏的 将会的社会会复苏 只是我一直都讲 强一点 香港的经济 他会继续保持 他不会说很好 但是他 不会 就不是你预期 你所想想的 那种 以前的结构 就不会 下落里 现在是没错的 他仍然是这样的 那 好像这些 然后我们说 公路股 好像五四六 五四六 这种我喜欢 这种股是可以买的 来收息 三个多的时候 我自己三个多买的 现在升了上来 是这么多 这种股票 但这种股票就比较困 所以 如果你稳健的人 我就不太建议买这种股票 公路股 比如这些公路股 我们那时候也说 我应该在这些位置 说可以买 你问我买什么 接下来就是公路股 为什么 因为我们 选择收息股 第一个要缺就是 一定是看行业 是否能够稳定 提供资产 提供一个现金流 然后我们再看 就是收费的行业 现在收债了 再去到收费的行业 刚才我们说的行业 基本上都是收费的 一定收钱 一定收到钱 大规模收到钱 然后我又没有很大的借贷 又没有很大的资本开支 那这些就是最好的 那你就找这些行业 但是这些东西 随着减息的风潮来 其实它的股价已经走上去 那么 第一波 如果你愿意买收息股 第一波 你在这里买 就是2022年10月 到11月的时间 当时是说的 加息无限加 全部都高下来 你在这里买 你现在坐下去 你有什么压力 完全没有压力 这个就是个时机 然后选择正行业 选择正派息率 那你什么东西 令到它一定会升回 就是派息率 什么东西可以令到它 保持着派息率 就是行业 它自己的业务 它的业务优势 而走下来的逻辑是没错的 所以你用长线去看 就是这样 那你问我 那有时候 这个收息股 有股又问 那你买些什么好 那你问我 跌得最多之前 最多就是科技股 我一直都觉得 是应该要买科技股 然后到内需股 那但是 奈何它出了个基金沽售潮 那你基金 拖着最多 这些科技股 它迫着都高出来 那它就跌得最低 但是你问 再复苏的时候 又是这些股 因为它是有行业实业的 但是你用多长的维度去看 那 12到18个月 那它一定是走上去 一定的水平 除非中国是 如果你的观点是 中国 倒闭论 那中国是不行的 所有的东西都不行的 所有人都死了 就算你看到 现在的出行也好 那些人肯消费也好 等一下我们说消费的问题 那 这一系列的东西 你都看到 那它其实 就不是这么差 不至于这么差 那我唯一说 就是楼房搞定 我们那天都很阴谋论地想 如果这些事情 让它慢慢搞定了 什么叫搞定 我经常说 赢就不一定是你赢的 你对手输就可以了 那搞定就是 喂 没有事那群人没有事 有事那群人就由得他有事 那它就搞定了 那它也继续是走走走 有群人是受苦的 那可能它救不了 但是它走回了 走回再救这群人上来 又不出奇 那当然是可能很长的事 但是 这些看法 又悲观不了太多 又悲观不了太多 其中有一件事 很客观地告诉你 是什么呢 就是人民币升 人民币升 这件事 其实某个道理上 它就是一个佐证 不要太淡 然后我们有说 你再选一些 油股 油股 有三百六其中一只 我喜欢三百六都涨了 然后跌下来又涨了 另外 有股友就问 喂 买淡仔行不行 就是买本地股 那本地股 那本地股 我们就觉得 就年代这么说 最近就说 昨天出来说 会开关 多些一签 多恨 是吧 那 会向二三四线城市开放多些 那这里有些人 就有个 想法 就觉得 喂 现在的人都很穷 下来都不买东西 买东西都很差 但是 有股友跟我分享 包括我自己见到 其实他们下来都依然是买车子品 包括 我身边的人 他去某几间大野那里问 都说做到猛 其实是好的 好了 但是你有个错觉就是说 会不会 其实 为什么消费差了呢 首先 来的人 他花钱的 他不是以前那种 不是台湾式的那种步伐户 以前台湾有一个年代年期 很赚钱的时候 来香港都是这样的步伐户 跟日本去夏威夷是一样的 但是那些时间过了 第一是这样 第二就是 多了很多年轻人来的 年轻人来的 年轻人来的就是活力 那些东西是帮不到奢侈品 以前你就骂他 只是帮奢侈品 就不帮民生 现在你说他便宜 你又说他不行 那怎么办 对不对 我们做过 精明的消费者 自己看看 如果是这些年轻人来的 那他可以帮到民生 是不是 就是我们搞好 那个 文化上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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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融合 我想说一件事 可能有些人 会将这些 将我的政治取态 或者我自己 对于世界 对于那种变化 是变相 给了一个定位 但我想告诉大家 我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而跟我听开我的视频的人 应该知道我是一个什么 什么类型的人 但是在事实就归事实 我经常说 不会因为我说一句话 他就改变了 不会的 但是我不可以 因为这件事是这样 而特意改了他的说法 就变成他不是这样 我宁愿不说 只是说的就是说事实 现在理性上去看 他确实是有这样的发展 是不是 那么 就算怎么也好 就是我们 管我们自己的生活 在生活上 如果这样的话 对大家都有个帮助 而且你很多东西 已经是扭转不了 扭转不了 所以你 为了这个地方 他来他都帮到 那就帮到 而且这不是现在才看的 以前我闹 不断闹 但是我不断闹的时候 我都说了 那个 预测就是这样 他现在都是这样发生 他不是因为我说了这句话 他变成这样 他真的变成这样 所以 某程度上 你会觉得 可能那些人 来 消费差了 你会被人觉得 其实没有用 其实就不会的 还有我有一件事 要告诉大家 三十二十年前 沙士的时候 你来香港的人 当时 我们国家的开放度 是没有那么高的 现在你买东西都回淘宝买 淘宝代购的东西 容易买到的东西 买到的东西 更加容易 让你在香港买到的 他比你更加开放 是不是 那你怎么期望 他什么东西都来香港买 那又不是没有 他上面有 那上面买 你来香港买就是 价钱和信心 两样东西 你做好信心 做好价钱 那别人就会继续买 加上服务 当然就好了 那就没问题了 那当人民币强的时候 你特别来不来 我一直都说 你的问题 现在是因为人民币弱 香港的美金 它很强 那为什么出油 出外国油 外国是非美 外面非美的价钱没有那么差 靠插盘上面 对盘没有那么差 那个汇价 就是这样 你也是在这些角度去考虑 所以你知道 之后会怎样 相信呢 随着人民币的升职 我们这边会上的 经济角度 那 我认为会是这样 那再一步下去 就问 淡仔买不可以呢 一签多行行不行呢 如果我二三线 三四线 城市开放 假设以往三四线 城市是没有那么多来的 虽然我不认为 我认为都已经很多 是三四线城市 如果三四线开放 来香港的时候 那他们会怎样呢 某个程度上 在他们生活环境下 真的可能接触到 一些新鲜 或者比较特别的东西 是没有那么多 那他们来就会来消费的 这个会发生的 所以不是看他 没用的 我觉得他也是有用的 但是你说 一定是集中在名牌 其实你是不应该 想他集中在名牌 就不知道 为什么你都要 去集中在名牌 你只准备了那班人 有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 我做生意 我当然希望大家都找到钱了 你深度有 你深度有 有一班人 你不要影响人家的生活环境 数量不要太多 下去平州消费一下 那平州的人都会开心的 是吧 当然你说 如果一百多万人 突然之后 那你影响人家的生活 就当然不上了 这个我也不贊成 就是这样 那你随着这些东西 大家开通越多 那他中间的便利措施 越来越多 大家就打开了 就没有那么多 我们所说的一种影响 知道吗 就没有了 大家就差不多这样生活了 即是你北上的时候 你都一样影响人家 一样你在小熊书 看到人家骂的 那我觉得 我们合理 我们理解 我真的太多同胞一起上去 真的影响了人家生活 那我们知道就可以了 就没有什么好吵叫 那玩啊 玩一两次 是吧 那就体会到别人 就不要去对骂 这个应该是事实 那这些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考虑一点 就是说 我之前有 估计 就没有说这些 一千多人打通 那我就认为 那个状态就是 淡仔值不值得买呢 早期我都觉得值得买 后期我都觉得 很麻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直都有说 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下 你可以看到 越来越多 国内的餐厅去开 打开 打开 不过就很贵了 就开 然后对比淡仔的话 淡仔也不见得便宜 在这种情况下 同胞消费呢 你也是会去回 自己同胞的那些 如果我们的人口 一路慢慢慢慢迁移 都慢慢慢慢变成了 很多同胞 很多高才通来住的时候 他们就会向那些生意 靠拢 那淡仔做我们本地人的 酸辣的口味 那其实就未必适合国内人去吃 那国内人也都 未必喜欢那种味 他们可能觉得不好吃 那变相其实他 在生意上面 没有一个很明朗的将来 不是说他一定不行 但是我就看不到 他一定是很明朗 甚至乎引伸到去 大家落大快活这些 他都会遇到这些压力 然后你大的国内品牌 就是连锁餐饮来 来和你顶 最棒的就是和你顶 巴士场 你抖去不过的时候 你就熟 美心在做这个 所以这个一定是很好 或者很差 淡仔我觉得 不是好手损 不是好手损 那你说 如果你问我 喂 反过来 是不是买 有没有别的买 我想沙沙可能好一点 沙沙应该很便宜 他都赚不到钱的 都有人消费的 如果你说开通这些二三线 约装 或者那间龙城 龙峰 如果那些上市 可能他都会 你都会有些钱进去买 也有这个可能性存在 所以 我认为淡仔 他问我的问题 淡仔能不能拍息多好 我觉得淡仔不行 那据报上次的财报 都不一样 但是如果他低基数 你很便宜的 你博一点 我都 不会极之反对 但是你说 真的是不是一个最好的 我就觉得不是 这个就是我们在内部分析 就是我们用分析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 我举一个例子 用这些思路去分析 你会见到什么结果 当时我很记得 我讲两只股 一只 两只ETF 一只PTY 就是早败民收息买什么 的时候 那时候还是这些 11元多 现在是14元多 再是BTZ 这两只 当时我们解释过 这两只股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分别 结构是怎样 首选是PTY 我都一直说 喂 你买减息 反弹 为什么要推别人去买TLT 我都不是很明白 其实TLT是没有傻的 没有傻 风险又大 又赚不到钱 因为很多股 有一期不断问 我为什么买TLT 现在看到PTY 这个TLT图 有没有错 没错 两个图完全发展不同 BTY 都曾经试过 是先拿下来 先拿下来 再上去 那时候有个 有股又文革 究竟后面怎样呢 接着我就截了一些图 给他 那次就回答他 就告诉他 其实他这里是 存在了日价 他有个日价回吐 他日价好像是十几个巴仙 所以 他有个回吐 然后他就会追上来 结果他就追上来 就是爬挖上来 那么 分别就是在这里 这就是封闭式的 操作就是不同 就是开放式的 就是会有分别 所以这个 就是选择的时候 就会选择 那这些我经常在 祖石林间都会分享 有兴趣的 可以听一下 那 那 那这个PTZ 其实就跟TLT 很近的 但是这个操作 就更加好的 那TLT可能是死追 那有些不同 这些就不是死追的 这些是 主动式 可以自己改的 可以自己搞的 所以 TLT可能是死追 被动式的 那有些 就是跟着那个 走势去做 所以他也都不好 也都有一点不好 他派息说了三点多 那我们讲BTZ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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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选了一堆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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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派息说的 9厘 如果低点买 10厘 安不安全 那安不安全 就看你怎么看 他每个月派的 那他安不安全 他用了 经过很多 经过很多 经过很多测试 经过很多测试 大环境下 2008年 已经经过很多很多的 金融 就是人类里面的金融海啸 已经经历了两三次 他都没事 都仍然在 那 他就变相 是有一个 就是可靠性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 大回撤的测试 那他就翻得上去 所以这个是可以 就是 自己可以想 这些以往都有 就是有 怎么说 有讲过 也都讲过很多次 那 其实跟最近 就是 遇到的情况也一样 那其实 我也一直提 你们要做定一些功课 就是准备 之后 有 环境到的时候 要买些什么呢 要做些什么呢 那你是要准备定的 你不准备定 他来的时候 可能一瞬间 两三天 你睡了觉 你又忘了那个机会 自己又 不舍得买 不舍得追 那你就看着他走过去 所以 不要太害怕 你既然认为市场会升 你也同样 你也认为市场会跌 就是有跌有升 是的 那大约就 说到这里 那今天就 希望说短一点 那接着 后面会讲完 未讲完的AI 还有之后会讲 刚才说的 要平息 好吗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记得给个like 和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和多些share 我们的影片 多谢 再见